今天跟大家分享下天的三款小黄菜 花生半毛豆,蒜泥,黄瓜,还有蒜泥茄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给大家讲解一个这个凉拌菜专用的三合油 万能的,实在是素菜的都可以代理 我们用到生抽,芝麻油,香醋,白糖,味精,纯净水 首先呢,加入生抽,然后香醋 生抽和香醋的比例呢是1比1 也就是你放多少生抽就放了香醋 再来一点白糖,中和一下酱油的香味 来点味精提鲜 最后呢,再加一点纯净粉,稀湿一下 一定要加纯净粉,因为这个汁呢,浇在凉拌菜上面吃 路口呢,会很咸,必须加纯净粉呢,稀湿 搅拌均匀之后,上面点一点香油,增加香味 也就是芝麻油 这样来这个冷菜的三合油呢,就制作完成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花生蛋毛豆 我们选用那个新鲜的花生 还有新鲜的毛豆 毛豆呢,我们提前把这个前后的角把它剪掉 花生呢,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用到香菜,香菜呢,把它切成香菜碎 葱姜,蒜末,八角花椒,还需要用到芝麻油 调好的三合油,盐味精 那么准备好之后呢,下个步我们来开始上锅操作 先将花生和毛豆煮熟 花生和毛豆呢,一定要分开来煮 煮花生的锅呢,已经是红锈钢了 不能用铁的,铁的煮在这花生炒呢,比较容易黑 煮花生呢,我们冷水下锅就可以了 加入点葱姜 增加香味 来一点花椒 来一点花椒 换一些青年,增加体味 好,这个调味呢,放进去之后 我们现在开大火呢,将锅烧开 正面呢,我们煮毛豆 然后,葱毛豆呢,要开水下锅 我们先下水中呢,加入花椒跟花椒 也是增加香味的 来点葱姜 使用盐 也是,效果都是和这个煮花生一样 也同样是开大火呢,先把它煮开 花生这边呢,烧开之后呢,我们关小火 关小火,煮五分钟 毛豆这边水开之后呢,将毛豆加入锅中 然后再开大火 煮八分钟 好,这个花生五分钟过后呢,我们把它关火 因为这个花生壳里面呢,不容易出味儿 所以呢,放在鲁汁里面把它泡一下 泡个半小时,比较容易出味儿 毛豆八分钟过后,我们关火 关火呢,就直接把它捞出来 毛豆不能泡 就要保持这个毛豆的翠绿 我们要及时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呢,不要过凉 过完凉了毛豆呢,这个葱姜,还有八角的香味呢 就把它沿通水呢,一桶都冲下去了 所以呢,不要过凉 直接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里 然后摊平,自然晾凉 好,这个毛豆呢,也冷却了 花生呢,也泡好了 我们把花生捞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将里面的葱姜 把八角呢,全部把它挑干净 这样呢,我们拌出来的菜品呢,比较清爽 接下来呢,我们将它同时加 加入容器中 倒入蒜泥 先调底味儿,加一点盐 味精 半条蒜头油 芝麻油 蒜鱼 最后放香菜 再拌匀 即可装盘 这样一款下酒菜,花生毛豆就制作完整 蒜迪拍黄瓜的做法 我们用到黄瓜 小米辣椒 蒜泥 香菜 调制好的三颗油 盐味精,白糖 芝麻油 那么准备好之后呢,下锅我们就开始来操作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将黄瓜的皮 削去 削成花皮 留一点 这样面呢,也比较好看 去完皮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根部去除掉 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稍微的拍散 注意这个力度啊,把它拍裂开来就可以了 拍像这样裂开 裂开过后呢,我们斜着刀 让它切成段 拍裂之后呢,它比较容易入味儿 拍好的红瓜中,我们先加入盐 盐稍微再 盐的量的稍微轻一点 来点味精 来点白糖 先下入蒜泥 和小米辣 再带入半勺调制好的三颗油 来点芝麻油 拌拌均匀 加小米辣呢,主要是增加这个颜色和辣度 不喜欢吃呢,可以不放 最后呢,放一点香菜脆 香菜脆最后放 它拌出来呢,就是不会煙 不会那种煙吧 好,再次炒拌均匀 这样呢,蒜泥方瓜就制作完成 蒜泥茄子的做法 这个蒜泥茄子呢,步骤比较复杂 我们首先需要调制一个蒜泥醬 用到的东西呢,是青茄子 也可以用紫茄子 是茄子呢,都可以用 这是红椒切成粒 小米辣的切成圈 蒜泥 白糖 味精 芝麻油 冬古酱油 蚝油 还有我们调制好的三颗油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来调制蒜泥酱 首先呢,我们将蒜泥加入容器中 小米辣 红椒 加入之后呢,我们先加入蚝油 加蚝油呢,是增加底味 而且容易挂汁 让汤汁呢,比较浓稠 加冬古酱油 增加底味 代替盐 腌这个酱呢,就不需要放盐了 因为蚝油和冬古酱油呢,它都有盐分 加点味精 增加鲜豆 来一点白糖 葱壳味的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呢,加一点芝麻油 增加量度 增加香味 把它放在一旁 腌制10分钟就可以用了 这个酱呢,我们可以 这个酱呢,不仅可以用于茄子啊 就是我们煮一些秋葵呀 直接浇浆也可以食用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茄子改刀 先去除根部 这个茄子呢,有很多种这个烹饪方法 水煮 油炸 或者是清蒸都可以 但是呢,它们改刀方法不一样 先切成片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方法呢,是油炸的 因为油炸出来的颜色呢,比较好看 而且口感呢,也比较好 然后呢,我们再加上切成五条 锅热以后呢,加入食用油 已经用干净的清油 大家做饭饭和油的同学呢 可以用这个清蒸或者是水煮 炸茄子的这个油温一定要高 油温低了呢,它会吸油 当这个锅中的油没有响声呢 温度差不多,我们将茄子加入锅中 用勺子小一下,它均匀受热 大火炸三分钟 好,三分钟过后,我们关火 将茄子和油倒出来控油 摆完盘之后,先淋上一勺三颗油 在胶上,敲好料汁 这样呢,蒜泥茄子就做好了